跳水皇后郭晶晶对泳潭新秀全红蝉评价的视频 真的是刷爆了全网 郭晶晶说小泉连跳了三个满分 我觉得我都很羡慕 我跳了20年水我也没跳过这么多满分 小泉在一场比赛就把那全都跳出来了 每次看到那些特别漂亮特别干脆的动作 就会勾起以前的回忆 然后就觉得会觉得 哎呀怎么自己都没有他们 这种水平都没有他们跳的这么好 觉得很惭愧 郭晶晶说连他都觉得惭愧 自己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全红蝉跳的好 这就是12岁入选国家队 曾经获得31个世界冠军 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在统领人中拥有冠军头衔最多的运动员 郭晶晶的真心话 看到全红蝉的成绩 除了由衷的赞美 心里也在问 我有他跳的好吗 然后的结论是我很惭愧 说这话的时候羡慕的神情溢于言表 曾经有媒体就问郭晶晶 嫁入豪门是不是高攀了 郭晶晶霸气的回应 豪门很多 冠军只有一个 但是面对小他25岁的小泉 郭晶晶却低下头说 我没他跳的好 我很羞愧 这就是郭晶晶的胸怀 前几天全红蝉夺冠的时候 郭晶晶一边跑一边整理头发 兴奋的一路小跑跑过去合影 像极了迷媚追星时候的场景 合影的时候 他帮着全红蝉整理衣领满满的 大姐姐对小妹妹的喜爱 这就是已经身为世界勇联技术委员 奥运评委的39岁郭晶晶的胸怀 当别人讨论郭晶晶嫁入豪门 身家百亿 郭晶晶却自己买菜做饭 用五块钱的发圈穿几十块钱的帆布鞋 吃路边摊买打折祸竭力做慈善 武汉疫情他捐助了七千万 香港疫情亲自做志愿者 河南暴雨又低调捐款一千万 这就是郭晶晶的胸怀 奥运会结束了 有遗憾也有太多的精彩和感动 当我们在为年轻的运动员加油的时候 那些曾经的奥运冠军 郎平 郭晶晶 很多人仍在用自己的言行 践行着更高 更快 更强的体育精神 这种精神不止于体育 更快 更高 更强 可以说是他们终身的不懈追求 这种精神让我们相信 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使命 让我们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让我们相信我们关注的是比赛 但收获的却不仅仅是比赛 14岁的全红禅走上奥运冠军的领奖牌 除了鲜花和掌声 她还要面对很多 领奖牌只是人生的又一个开始 无论她面对什么 我们都衷心地祝福她 像郎平 郭晶晶一样 清醒 独立 忍者 无敌 我们下期见